哦 那TTA自己封锁了飞机 维克托发条狂喜 是的 爽局 有没有机会登场 船长要不要搬呀 LNG这里 可以考虑搬一下船长 这边天使也没了 最后搬了个赛拉斯 搬赛拉斯怎么感觉 LNG自己想搞卡牌的样子 但是也有点BTT选的味道 反正你选了 他们这边可以有家聊来应对 就两边各出一个 你看杨来了 杨来了 我就感觉这把TTA的BP 就是上路搞个这种 然后中路来个发育的 那左边上单 L的赛恩可以出呀 就对发育 就都玩后期这把 赛恩打奥文 我感觉怎么打都是吃亏的 也是老对线了 是的 或者猪妹 其实这把也是可以的 上单猪妹 可以考虑一下猪妹 也有个先手不错的开团效果 这把还有乌鸦可以选 但是如果是乌鸦的话 上路得补个有伤害的英雄才行 直接青钢引加里奥了 加里奥直接来 而TTA这把因为上路选择了一个奥恩的情况下 中路如果再选卡牌对着飞的话 会非常的缺伤害 看一下是怎么考虑给优卡拿英雄的 左一也是优卡本身自己很擅长的英雄 我感觉左一不是很好 乌鸦确实不错 乌鸦还可以 因为左边四个英雄其实都是得冲进来打的 说比较短 都是近战英雄 这把阵容两边选下来就是一个完全拼打团的阵容了 而LNG这边的话保留了一手单耐的可能性吧 当然也得看前期的对线情况到底打出来是什么样的 是的 银毕哥的加里奥 就无疑是加里奥使用这里最拔尖的那一批 对吧 也是他最早开始搞狼头那一套的终极游走流 对 他的加里奥大家都一直觉得是非常有说法的那一种 而且咱们LPL的加里奥 就是前期一定会去找事情做的 得做事 赛集的时候加里奥就不在线上了 就这个英雄是真的不能附在线上 这英雄附在线上跟对面队发育 跟谁发育都吃亏 下路也是拿到了这个版本最强势的 卡里斯塔和列纳塔的组合 不知道这把TT的下路会打成什么样的局面 就上一把来说的话 其实还不错 拿到了优势 然后中期的话双路是一直在接管比赛的 这把起码现权应该是能保证的 就看一下 但是面对对面是泰坦 自己家没有布隆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上一场一样换野区了 是的 就前期没那么强势 还有就是对线来说的话 还是得稍微小心一点点 是的 虽然说列纳塔的铁玩竞合有个很不错的限制效果 但是对方打野来了的情况下 都还是容易被找到机会的 不能压得过剩 没错 就你虽说列纳塔可能线上比较好打泰坦 但是他毕竟是软斧 万一被勾了也吃不住 还有这把中路乌鸦的选择 我觉得就是这个版本的乌鸦 他如果能出到地狗指令这样装备的话 其实也能帮TT提供不少的额外伤害 甚至他这把都可以做大面具 对 左边也挺耐打 对 有想法 有鞋子的 之前这里来的是一个赛恩 但现在来的是一个加里奥 这把都应该还带的是一个急跑 急跑加掠食者跑得飞快 是 灵光披风 纠急跑跑流 灵光披风 就是开急跑的那一瞬间 百米冲刺 就是那种余震加料 都是用灵光披风来加速的 他这把是掠食者加灵光披风加急跑 全是跑 有设计的呀 想蹲个人来坐眼 一级已经学W了 看来LNG这是要蹲到底了 蹲到底了 是 主要他已经学技能了 他这波中路感觉会亏线 如果能堆闹人 亏线无所谓 加料这个英雄就是牺牲自己保全队友的 是的 而且这么搞 对面下路一波 对面下路拿不到线权了 看TT的双人路够不够老到了 一片漆黑 有可能要吃钩了 这个位置 急跑闪现 朝风两个人 接一个钩子 Lena这个位置很尴尬 已经走不了了 我比他这么的减速效果 反手挂了个点燃 想换度一遍 直接爆死了 而且泡芙手上就有闪的能走 那这样不亏啊 可以接受啊 哇 这直接死了吗 毕竟狼头加料还是比较偏脆一点的吧 而且他点的是魔抗 他兑现的是个乌鸦 是的 而且第一时间泡芙就进化把他的嘲讽解掉了 而且那个勾紧是Lena塔来吃的 所以泡芙在后面一直在补伤害 疯狂叠毛 这样独一遍自己有点伤啊 依旧学个W 对线也不好对 不好对 但是确实给下落带来了比较大的优势 毕竟下落四个招式技能全都没有了 对 而且TT下落也比较有经验 就是两个人一起出来 不给绿毛出勾的机会 但这波要生二了 铁腕金河拉开 但是还是勾到了 而且泡芙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要死了 是的 拆一下平A最后被泰坦的点火直接烫死了 嗯 绿毛这个勾很极限 很极限 中路现在就只能吃对面推过来的线 上路小强的药已经被打掉了 其实两边上单换血 第一把看上去已经换得挺凶的了 火气都挺大 很难受啊 四刀 这种操作型的年轻人撞在一起 多少会擦出点火花 这把他这样路线蛮有趣的 现在又来刷了一个上河系 自己的三浪还是没有动过 嗯 他也知道这把慢慢刷就行 慢慢刷 这边现在下路已经很肥了 一会可以继续在下路找机会 趁对面闪现转好之前 来试一波吗 就看这位置其实有点机会 主要绿毛来了 嘲讽到了 那这个地方交闪都没用了 交闪都没用了 他只能交闪去躲这个嘲讽 还有点机会 哎 还是要死啊 这感觉怎么都死了 绿毛这个游走灵性啊 有点关键啊 这对线一个勾 再加上游走一波 这样下路有人头的情况下的话 就不会被一直推线了 下路的劣势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被看到了 应该反应过来了 上路还是在继续的换血 但奥恩还有块饼干的 这个QG能歪了 提上去来一套 一损敲出来 有两兄弟真的是谁也不让谁 卡战被眼看到了 而且要跃塔的话 其实是不可能的 只能帮忙推过线 因为这波阿乐的状态也很残了 如果一个人推的话 这波南枪正好也来上面 肯定要被逮 对 这三个兵不吃了 不敢吃 给船也帮忙倾下线 那就一起回家 四级直接来下 中复联斗 趁对面闪现好之前 再来一波 这个线还被 厄菲多斯有点小控了 直接狼头出来了 炮芙有进化的 这波没机会了 他也是猜对面在草里 是 结果趁这个时候 南风去做视野 然后炮芙直接在一个 非常安全的地方待住 这把两个团队大脑 串联起来了 串联起来了 疯狂联斗 再加上 TT这边 因为是个 列纳塔的缘故 游走其实不厉害 这个英雄 下路没有办法 去获得现优的时候的话 列纳塔就会显得比较尴尬 就只能等团战了 现在TT已经很难受了 本应该是 发育的好好的组合 现在被压了 补刀 虽然这一波 大线进塔 还不确定 到底压多少 还是中路 尤卡这个点 确实乌鸦这个英雄 游走也不厉害 再加上 绿毛来了一波以后 导致多音笔对线压力 没那么大了 对 现在LNG要做的 就是应该 等加疗上六吧 有限权 直接控制远 上路小翔 天然英雄烈士 也打不过卡米尔 其实我本来以为 TT这把 是要拿个 纠结大河中路的 但是没了 对 但是大河中路 都办得差不多了 他们自己也办了 手飞机 还是那个问题 就这套阵容 你看他的 中野 以及下路英雄 选择都是 中期厉害的英雄 你真往大后期拖的话 如果出纯业批装的乌鸦 还有点说法 但另外两兄弟 靠LN硬顶 对 只能靠LN硬顶 去给他们找输出环境了 其实对面都冲进来的话 男枪也是有话说的 对 只是说 前期节奏 可能就不太好找了 把两边换过来了 上一把是TT 需要在前期主动找节奏 这把是LNG 需要找一些节奏 加疗现在已经到六级 但如果跟卡密尔去配合 抓一个奥文 感觉 好像不用 他先往上靠一下 应该先守一下 自己的上野区 就消失一下 给点压力嘛 嗯 他这个线 也确实不咋好吃 只能用Q刮 不咋好吃 塔前边又是一个近战 但乌鸦这一波 也是着急在清线 下股前方要刷了 需要配合队友 去抢一波视野 乌鸦应该是没回家补过装 被他身上有很多钱 这波如果要打的话 感觉TT得让乌鸦回一波才行 而且这个位置下路 LNG推了一波线进塔 但凯瑟塔选择 直接放掉了这波线 很团队 也说明TT是对于 这个峡谷先锋的争夺 看得很重 但是卡丽萨塔是没倒六的 而且上路已经开始打状态了 加疗给大招 小羊过来这个二段 一样不敢叫 直接叫闪线走 都一臂开了个急跑 要过去应流小羊 小羊是没有 有空向那些挡力在控制 还是被后续的W技能 给超捧到了 因为对比根本没有松过手 上路优化开了个急跑过来 要留人 留谁 开了个大招先黏一下 阿乐这个位置 手上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有勾走 直接勾走 这个位置 烟雾带帮忙减速一下 闪现一个铁腕击合 拉到阿乐倒了 两边上单的一换一 但是左边 两边交的大招 都是一样多的 嗯 泰坦跟练达塔 两个人都还没有到六级 这个先锋 TT先动了 而这个时候 嘉莲也是 因为带了急跑 没有TP嘛 没马迪先出来 我觉得有机会吧 对呀 就等嘉莲过来 现在拖一下时间 因为WF64 是有六级 而卡丽莎只有五级 而且杨第一时间 没有往这边赶 他会比较慢一点 找他再打一套 但是他再出事了 就没说法了 这个 闪现和大招 都没交出来 有点失货 这波真的有点失货 这波被乌鸦拉到了 嗯 这波白给了 其实等嘉莲过来 是真能打的 AD等级差特别多 是 主要等嘉莲过来 他们就只能去考虑 先锋团之后的留人 因为先锋应该是等不到的 嗯 但上路有没有可能 直接放先锋呀 三个人一起吃了很久 再吃一层感觉要放了呀 来了 直接放 泰坦过来赶紧帮忙守一下 不然阿乐的一塔都没了 看不了了 三个人心有点成 直接放了 这波说实话 就是没想到 没想到 嗯 二弹失货了一波 这样节奏掉得有点大 还是两个人一起抓 奥文在这个伤害上面 奥文确实能扛太久了 嗯 第一时间中路的兵线 LG向上车子还没有就位 所以是TT先把中线轻了 几个人过来支援 是的 有可能说这波的时机会有点急 但如果不抓的话 想象这波应该就走了 对他这位置 阿乐也没闪现 确实很难走 那现在LNG只能看Light了 就等Light的发育吧 因为这把Light还是发育得很舒服的 刚才在中路也吃了兵线和肚侧 靠过来 要打这波小龙团 小翔很团队 阿乐还没有踢 又回去了 折返 回去了 他手上是有GP的嘛 先去接波线 不急 而且一时半会儿还没刷呢 太走罗威的话 上路要亏太多了 所以现在AD位的差距有点大 主要是等级落后太多了 直接拿小龙 要放了 这样一边一条龙的情况下的话 对于T3来说是能够接受的 就他的进攻压力没有LNG来得那么大 狼头回线 诶 这波加俩有双招应该还好 也没有拉到 嗯 好 辅助是个烈纳塔 其实主动要干客也不太好干 这种下路拼得不厉害的时候 这种软斧就比较尴尬 他的工资装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硬斧能打打斗斗对吧 就是软斧出这种切法之刃的话 摸不到人 嗯 真跌的挺慢的 主要是对线 就基本上没有那种正常的对线 因为只要一级的时候被安排了一场 嗯 然后后续的时候没闪 也没有那么敢去频繁的消耗 是 就只能吃对面推过来的先 赖的已经狂疯了 这卡丽萨的神话专业只差个合成费 这把前进几乎没什么经济差 这波奥文学有闪的战略 然后还准备来上再来抓一波 伤害真的够吗 应该不够吧 这个线要过来了 但是打野来就不一样了 但是12分钟多一点 不到13分钟 你要跃塔吗 而且没泡车 嗯 还是走吧 这主要是换以前的话 这个是绝佳的机会 触发了一逼哥的肌肉计 走上去以后想起来不对了 就反本改了 上路三包一很擅长 对就反本改了 跃不了了 算了算了 这种军事的情况下 北川的牌眼刀作用就很大了 阿乐这个胆子也很大 吃个洞窗赶紧走 因为南枪刚下路牌眼被看到了 嗯 勇双推一下 铁腕金河再拉回来 呃 但是开了个杜朗护盾 有减伤效果 魔法伤害打到 身上确实不是很疼 很肉 这把优卡也没有选择出帝国指令 出了勇双 看这把是想要自己去C一下了 嗯 一多一 勇双确实 LNG这个阵容也比较偏进场一点点 嗯 勇双打反手还是蛮不错的 LNG现在主动出击的话也只能依赖于这个加里奥 而且最好抓的线其实说白了就是有卡密尔的那条线 但问题是现在卡密尔对线的是个奥文 就还没有进入换线期 没有办法去找到别人的机会 加里奥不在 换一下 小权的状态被打得有点残 看到茫茫交土了 直接过来断线了 呃 而队力机来说 是的 没有兄弟能够救的 叫羊了 直接太能也给个大招 操作不了 二段羊都叫不出来 直接走了 但下路 东英币这个位置应该也是提前 预知了对面有可能后来抓他 所以他直接选择了离塔远远的 嗯 直接溜 小杨被打得怎么这么残呀 正常对线来说就是大家不倾线的话 应该不至于被打得这种状态 应该还是 就卡密尔找机会积极换血吧 嗯 应该还是想上去换血 嗯 哎呦 胆子真大呀 看了捏把汗 嗯 游泳霜 面对三个人 虾谷先锋刷了 红白刀直接过来拆中塔 红白切绿白 但是兵线不够了 还拦住了乌鸦 呃 但是不敢上 那这叫虾谷先锋应该是有了 而且卡密尔看有没有机会把上路一塔给拆掉 因为GP出来补完装备了卡密尔的话 现在没有 没有大招的奥文对他是没什么威胁的 他甚至可以顶着奥文的伤害过去把一塔给拆了 下午前锋也没选择打下去 看这波 一波换血 小翔也是不服气啊 上去还给了一篮头 呵呵 换血换血嘛 你单方面打我就不交换了 但是这个神分出来以后 奥文现在确实只能单方面挨揍啊 嗯 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哇 上路阿乐那个三脚扫的眼是不是又插歪了 可以 上一把也是 同样的位置 没插进去 外衣就是 专门插在那 设计好的 毕竟这里可以看到河道一点点 哦 新眼位 嗯 在上面是看不到河道的呀 但如果你想扎我进这个桥那是不是把他点A掉 呃 急跑了 又动小翔 小翔直接交闪现 但是杜伊比身上是有持续的加速效果 移过来 杜伊比身上是有持续的加速效果 移过来 杜伊比身上已经挡掉控制 但是阿德的勾索应该也好了 二段扬出来 大招直接盖上去 小翔怎么走 好像走不了 走不了了 好痛啊 这二段脚 二段脚是痛 但是小翔玩的好痛苦啊 这把 一直被针对 那这把确实 LG这个阵容需要青钢炎很肥的 嗯 但他应该也想到了 毕竟你家里要加青钢炎嘛 这上单是会被 有这种待遇的 是的 而北川又是个南枪 南枪这英雄 他这把刚刚在下路也是拿到了一条小龙 是 这上路一直就不太了了 这个时候拿点地图资源 就南枪这个英雄只能去优势路帮忙 小空摩线 但这个炮车并没有死 Light还是能吃到 那就看 TT等会团战有没有说法了 毕竟现在是有一条小龙的领线 可以 这个草丛附近 狙击了三颗真眼 聚会了 哎 没看到外边那个 可以 就是有设计的 这个真的是新眼位 有设计在的 三角草里看不见 中路 TT 闪现找机会 闪现接到了 而且勾字 但是判定级很高 直接勾过去了 终于把他轰一下 没说法 这波TT确实五个人 第一线全部会合了 那有点可惜 没有闪现的绿毛 让他给跑掉了 对 但接下来这段时间 如果正面没有小翔的话 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先手机会了 主要是 辅助是个烈纳塔 你不可能说打算先把烈纳塔丢出去吧 烈纳塔都是等着被救的 是的 身份还是比较脆的 或者说他给自己挂个及时救难 丢出去 然后直接顶着人去放个大招 就选择直接卖掉自己 就这两秒钟队友能杀 我就活 杀不了就算了 我就死 感觉都可以看情况选择 现在主要节奏也慢下来了 小翔已经不再出现在卡米尔出现的范围里面了 已经两次了 他懂了 他理解了 是的 不能换血了 已经过了我们可以互相敲打的那个时间了 你独自成长了 而我还得在原地 是的 其实现在看装备感觉差不多 但是我可以回馈队友叫羊 赖特的狂狂没有躲开羊 闪现给个泳霜精灵球撞一下 赖特走不了了 我选择另外一种前进方式 是的 这一波他的一个转现还非常关键的 可是下路这个二塔 阿勒如果要拆的话 TT就必须得打大龙 阿勒是有TP的 就路这边放个峡谷先锋 艾文姬现在感觉完全不着急 TT只能打龙 现在一定要打到底 就至少把人逼过来打团 就如果艾文姬这条大龙放了 他们也感觉 不会亏特别多东西 不怎么亏 阿勒甚至回家不过装备再来 他在藏的上面是在毛毛角度里 没有失忆的来了 但是龙是被乌鸦给拿了下来 选择拖块链往上面走 他暂时可以走的时候还有闪现 双场接还是稳呀 是 这边站的话 杜英别不敢过去留人 还想继续追吗 其实没有说法了已经 中路先锋也没有站出来第二头 那这样的话是两座外塔 交换到了一条大龙 其实对于TT来说的话 也还行 这两边感觉都ok吧 嗯 当然肯定是拿到大龙那一方 更赚一些嘛 毕竟这一波是 艾文姬先被抓死了一个AD嘛 这个交换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他们就是现在TT这个阵容 要如何去推进 感觉这一波也还好 毕竟TT双C直接交了闪 因为我们都说就是拿到大龙BUFF最厉害的就是你有一个单代英雄可以去边线进行拉扯 但是没有 对 但是这个奥文就只能来中路找机会 PP爆团 直接爆团了 就对于TT来说这个大龙BUFF一定要去拔掉至少两座外塔 这中路这个一塔肯定得破 嗯 但是现在小龙要刷新了 真的小龙团要得打 因为TT这个阵容手比较短 对 就如果LNG硬顶着兵线来清线的话 他们也摸不到塔 是的 第二个回家补博装备 独音币继续带上二塔 这波的话就得让乌鸦过去防守一下了 应该是想放的 呃 这个龙是肯定要放的 叫羊了 不能让对面回到中线 又找Light狂磨直接躲开 但有个乌鸦的棋皮过来 看这一波乌鸦直接进场了 这连战狂身上是恶心 所以又找Light狂磨直接被秒了 恶意识过帮的位置还可以 拦到了杜音笔和他在 两个人在护卫A的非常地惨 这边卡丽莎已经A不到人了 后续的话北川交出了自己一个秒秒 阿乐这个位置就要展现 W被躲开了 阿乐没有技能了 最后同点盖进去 被打下了一个下当的人头 北川关键秒表一滴血锁住了 这样中路一塔也有了 甚至还可以破破二塔 可以连推两个塔 现在几个人都没有守线能力了 是的 这就是奥温这个英雄的魅力所在 强开能力在整个英雄联合里面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主要这一波LNG好像放的没那么果断 因为家里要在上路带线的话 他肯定是飞不到小龙那个位置的 就可以不用去看 其实 而且就左边的阵容 AD如果死了 输出是真的太缺了 太缺了 而且中路这个线还是一个平线的状态 你正面奥恩虽然没开到 但是乌鸦过来直接分割地形 阵型 是不一输够 两兄弟互相A 这块关键秒表 关键秒表 加关键闪现 没有被换掉 因为如果这波杀掉男枪的话 感觉后续LNG还有机会反打 嗯 变坎米尔留了大招 我已经开始给自己敲了一件装备了 慢慢等你起来的话 大家都会得到照顾 R是唯一 阿勒有闪的 呃 他还回头 踢了一脚 那个 魔爪蛙 闪现挡 E技能 贴上去 叫阳了 被减速到了 恶意收购在交战 全是大招 走位扭的虽然不错 但伤害直接灌死了 这个魔爪蛙 真没必要去踢啊 阿勒 上路2他也破 虽然有了很多技能 但架不住对面技能太多了 嗯 他在这位置有点危险 上效给到两边的胜利 差不多一个7-3开 很合理 加料杰从后面过来 但是不太好绕吧 卡米尔虽然有踢 但还没有活 现在趁着卡米尔还没复活 这段时间 奥恩可以去把下半区的兵线处理一下 把线带出去 处理一下 嗯 因为他只能趁着就是对面 没人的情况下去带线 他自己带线的话 还是完全打不了卡米尔的 现在LNG两分钟之后 应该是要打很关键的一波了 对 因为毕竟之前一直在放龙 水龙团 水龙魂的奥恩 加乌鸦 想一想都可怕 很可怕 本来只能先把线给处理好 对于LNG来说的话 给一些兵线上的压力 看能不能等会在小龙团的时候 自己有一个 通过兵线运营出来的 占龙坑的机会 好 LNG的无尽还差不少钱 现在正面看能不能一分半的时间 给LNG刷出一把无尽来 他现在的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左边的伤害点基本上 有50%都需要他去打 感觉有一点难呀 还差挺多的呢 这个位置 急跑了想留人了 勇双 配合烟雾弹 这边的话 尤卡被嘲讽的 而且这个大招快结束了 这边竟然找到了小翔 小翔这个位置被踹了脚 非常的疼 撞起来了 阿乐叫羊了 阿乐勾锁想溜 但这个位置 好像不太好溜 自己是没有闪现的 被勇不过去给勾到 闪现开尤卡 但是尤卡手上是有精神的呀 这里绿毛的技能 已经交了个七七八八 爆炸果实还给A了 乌龙偏风连夜雨 家聊给大招 可以收过的位置 拦得特别漂亮 嘲讽的还可以 这边这场跑步一直在滑 独一笔交了个精神 这里给了一个及时救难 跑步站了起来 这边战场的话 红白刀一直在贴在那 北上贴到了脸上 差异枪直接崩死了 塔战的血量也不健康了 独一笔倒下以后还能追吗 闪现一个有步步骑没有拉到 开了自己的一个一级呢 一直在溜 他在跑的非常快 我感觉体体冷静点 可以不用追了 因为去拿这条小龙就好 但是他们决定还是要 杀掉塔战是最为稳健的方式 并且小龙还没有刷嘛 加速一下一枪直接收掉人头 这波大龙小龙感觉都可以一起收 哎呀这个爆炸果实被A了 这是逃生的唯一手段 也没什么办法 而且这波刀也不是很好 感觉第一波打的已经蛮不错的 毕竟正面已经少了一个人 但现在阿乐跟绿宝两个人复活了 好像确实大龙是有机会守下来的 但是水龙魂没了呀 嗯 就这个水龙魂 其实我感觉现在对于 LNG来说比大龙还致命 确实 所以我给看一下 第一时间 感觉红白刀并不是说特别好吧 因为毕竟那个口子AOE 如果 我是感觉如果来个营业的话 这AOE报价可能会有点机会 对 但是它是红白刀 对 然后这一波的判断就是 没有去选择第一拳去救阿乐 因为那个位置确实 队友分的话会有点脱节 小弟后面也可以看到 TT已经正在打大龙了 而且这个龙我感觉LNG好像只能放 这个位置的恶意收购太厉害了呀 确实LNG躲的蛮好的 打一走也扭掉了 然后AD是进化直接瞄解 所以不然的话也没办法就换掉两个人嘛 是 北川直接切脸 砰砰两枪 做掉恶斐流斯 右边除了小湘全员赏金 这个水龙魂拿在手上 LNG 非常困难现在打团 不太处理得掉人 LIG的无尽已经掏出来了 但现在的话不单是无尽能解决的事情 他需要有银焰 打团一定得有银焰才行 没有银焰的话是真的伤害不够了 有大川了 对他这把第二件做的大川 还是得有银焰 我说有大川就可以打动前排 但现在就是重伤只有加料一个人身上有 现在面对对面带大龙buff 阿勒也没办法出去带线 不敢带 带了对面直接就开了 就是现在TT这个强开手段 是不会给阿勒有个TP落下来的机会的 找到了尤卡 但尤卡好像有点能打 还远程给了个救赎 阿勒又有点吃不消了 被粘住了 阿勒有闪 交闪现躲勇双 把线给拉走 但是大炮车给保了下来 但阿勒大招还留着 现在乌鸦没大了 对没人敢去 哎这个炮车 要上高地了 有双减速一下 叫羊要强开 肯定又找的是AD 没有撞到AD 但是有个敌国世界减速到了AD 这没有为什么好像有点打不太过 小翔好肉啊 这个水龙魂 恶意识问你放完了 那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GD可以撤退了 这位置 LNG想找机会反打 LNG这样 不能放TD回家呀 主要是 正面小翔有点落单 但是他很肉 铁玩机口拉到了 开了个精神态 就被秒掉了 对面这个精神交完了以后 交出了自己一个闪现 往后拉扯 下路要上高地了 两路高地一起被迫 Lite一直不敢用自己的营业 因为他知道这个团战 营业就是最宝贵的子弹 最后几发 勇双 其实效果还不错 这边战场有机会吗 全是护盾 Lite的这个位置 由卡应该给黏住了 加了一个大招过来保护一下 但是由卡身上是有个精神在的 炮弗的即时就弹效果已经结束了 炮弗先倒 但是阿乐这个位置进去也只能卖掉自己 不动呀 这对面其他兄弟 两个人在前面 都不带掉血的 不掉血 可以 奥完来就没错 哈哈哈 我就是不掉血 没错 我就是耐打 但是这一波MG确实也是守下来了 嗯 很艰难 嗯 哇 这种一个人顶在前面 就LNG都很难去处理 主要波波团就是TD这边 所有人就怼着Lite 确实唯一输出呀 嗯 所有人都去怼着Lite 你看这个猪气爆弹 一过去Lite直接没血了 而且乌鸦做大招交了一波之后 这大招CD又好了 嗯 呃 远古资源都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对于LNG来说 这个远古资源的争夺 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尤其是远古龙吧 就大龙其实都还好 如果能把远古龙魂给拿下来的话 可以不电伤害 不伤害 看这波两个复活甲 又有精神又有救赎的 想破三路 堡面技能太多了 开狼头有双亏一下 这边才能给大招 但是前面的人都很肉 尤其还没有开自己的大招 实际上有闪现 堡一面交出自己的精神 迪比加拿来一个阿勒 呃 这个恶意胜过方的救过还可以 这边这边有点打不太多人 赖得一把一眼在不后面 封过的A 加拿给大招 快保一下 但是这个乌鸦太能打了 血越吸越多 根本不带掉血 他甚至是扛着四个人的伤害 还在扛塔 这太电太了呀 要一波结束比赛了 没法再守了 塔战只能看着自己的基地被拆 毛毛角度藏在里面 恭喜TT 搬回一城1比1战品LNG 恭喜TT 确实上把拿节奏阵容失利了之后 这把确实调整得很快 而且这把确实LNG的阵容 也相对来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